这个全网唯一赶手撕后妈的小女孩 为了不让恶毒的后妈霸占轻霸的财产 想尽办法将钱隐藏起来 自己则爬到百米高的房檐上 恐慌下女孩失足将一片瓦片踢落在地 巨大的声响成功引起后妈的注意 但心肠歹毒的后妈不曾想到 八岁的孩子能独自能爬上房底 小姨被见后妈久久不见踪影 她便兴奋侥幸想从管道再爬下来 就在马上落地的那一刻 被后妈拉住了小腿一把扯了下来 小姨被怎会甘心束手就擒 但又晓得她怎是后妈的对手 只见后妈将她扔在床上 手电筒的强光直接照射在她的脸上 后妈狠狠地撂下一句 就在二人争锋相对时 急促地敲门声下的后妈不知所措 她只能先把男人藏起来 就在她转身时刻 小姨被一脸得意地带着警察来到她的面前 后妈本以为自己完蛋了 殊不知 警察此次前来并不是要抓她 而是带来一个惊人消息 这个无比痛心的消息让一队无法接受 也让后妈心头一惊 难道是自己杀了丈夫 但片刻后她便开始了惊人的眼睛 他死了 依贝哭着向警察说出凶手就是后妈 警察虽对依贝的反应有所欢迎 但是看着后妈伤心欲绝的模样 同情的同时更加的无奈 丈夫刚死 妻女又这么叛逆 警察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后妈把小姨被抓回来 被抓回来的小姨被狠是气愤 面对后妈虚情假意端来的水 毫不留情地摔在了地上转身跑回房间 而这正是后妈所希望的 心肠歹毒的后妈一脸得意的江门繁琐 转身后便脸色大便一脸委屈再次出现在警察的面前 可怜兮兮的蒋素丈夫离世的遗憾 警察安慰完后妈便匆匆离开 万万没想到 警察前脚刚走 后妈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 随后便把自己的小奶狗放了进来 开始畅想二人的幸福世界 但随着小姨被一声叫喊 她才从幻想中清醒起来 眼前最大的难题是小姨被和钱 她便心生一记 转天早上 后妈一改常态来到姨被的房间 说了一些让姨被疑惑的话语 后妈的转变让姨被很吃惊 但她也想看看后妈要耍什么轨迹 只见后妈准备一桌丰盛的早餐 紧接着便向她告白 她先是说出姨被此刻对自己的态度很是理解 随后不管姨被愿不愿意 她都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 小姨被咄咄逼人的态度直接气走了后妈 生怕后妈是在骗自己 她便跟在车子后面恐怕后妈折返回来 车子走远后 小姨被便急忙跑回房间 大口大口吃着食物 吃饱后的她便再次借助洗衣机的高度取钱 万万没想到 她成功掉入后妈的陷阱 食物 する